12月10日,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举办的第54届公展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开幕 主办方称,为期22天的展会将设700个摊位,较上届减少100多个摊位 由于香港近期发生多起社会事件,预计销售量会减少两三成 2019年适逢香港中华厂商会成立85周年 本届公展会以辉煌85载要公展为主题 共有10大主题摊位区 记者看到,现场人流量比起网界略有减少 网界公展会的行人通道堵得水泄不同 本届公展会的通道大致顺畅 本届展会首次实施入场安全检查 人们入场时要接受开带检查 禁止携带攻击性或危险物品 宣扬暴力的宣传品及非引用液体等入场 保安员数量较往年多出约一倍 香港中华厂商会第二副会长徐静辉表示 一年一度的公展会 承载了几代香港人的集体会议 厂商会将尽全力让展会有序进行 展会开放时间将缩短 由此前上午11时开始至晚上10时结束 缩短为晚上8时结束 他希望通过公展会提振香港人的消费信心 由于香港社会事件暂未停息 经济吹淡风 不少参展商虽然表明心态乐观 但对消情不敢掉以轻心 决定一开业就出招强客 减价送赠品希望博利多销 有商户直言过去半年的接付生意 应暴乱大减三成 公展会营业额如能有往年的七成就已经达标 今年估计会跌30%左右 因为我们没有了外来客的消费 再加上经济开始走向寒冬 大家消费会比较谨慎 之前觉得会差一点点 后来发觉也很和平 影响大概20%左右 不少市民表示 本届公展会的展位和往届差别不大 货品也很丰富 但因为害怕晚上有示威者闹场 他们趁着早上来逛公展会 第一次来我没来过 我现在试一下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上午这些时间我又觉得会安全一点 晚上就会危险一点 所以现在来就安全 都有担心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